Divouvet Digital 哈囉,你好,我是萊茲 歡迎來到萊茲新 Game報第12集 唉呀,真不得了了 如果有個遊戲節還沒有過 現在又來一個發行商週末 Steam從我們口袋裡面掏血的手段越來越多 可是認真說這次的發行商週末 是我很喜歡的一間 Devouvet Digital 時間是從5月5號到5月16號 這間發行商應該是我買最多遊戲的一間 保險一點,講前三好了 買最多的前三 他們家的遊戲我有超過20隻 而且大部分都是有玩 有常看我頻道的觀眾應該會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表示他們發行的遊戲比較偏向獨立遊戲 而且強大 像是2021年現象級黑馬毒品遊戲 Loop Hero 童年卡牌劇情也是黑馬款的Inscription 翻牌式選擇導向策略遊戲 王拳 忍者姓氏 我的朋友佩德羅 泰坦之魂 Katana Dero 紅怪 Enter the Gungeon等 就獨立遊戲而言 他們真的是眼光非常準的一間公司 TGA提名作品 玩家評價壓倒性好評的作品 一狗票 未來如果有機會 真的會想找機會跟他們好好聊一下 這一檔也是喜歡Steam遊戲的玩家 收割好機會 另外還有一支Steam現象級遊戲 登上了手遊台服喔 各位熱愛工藝生存的觀眾們 應該有聽過一款沙盒遊戲 泰拉瑞亞吧 在Steam上面可是拿下了超過75萬篇的 98%壓倒性好評 那現在泰拉瑞亞的手遊版 終於出台服了 手遊版相對便利的是 你可以利用碎片時間和朋友連線同遊 手遊版遊戲在5月20號發售 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人 可以點擊下方資訊欄 連結到TAPTAP預先註冊 遊戲首週折扣只要100塊新台幣喔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本週XGP上架了什麼遊戲 在5號的時候 有兩支遊戲上架 分別是新現報第11集介紹過的 黑白日本電影風橫向捲軸動作遊戲 Track to Yumi 這一款我原本就滿期待 也有說評價不錯要玩 這次ROVE捷打折沒有買 就是因為XGP上面有 以及Cyberpunk風選擇導向桌遊 Citizen Slipper 這一款可是在Steam上 拿下了100%好評率的成績 不過策略型的 又只有英文版 我自己可能是玩不動 那在10號會上架的 經典懸疑推理視覺小說 超級槍戰辯駁2 再會了絕望學員 備受矚目的百英雄傳崛起 以及為XBOX Series重新製作的 This War of Mine Final Cut 我的戰爭最後剪輯版 哇 這款現在可能更符合時事一點 那最後在15號的時候 還會上架 沒在Steam上面銷售 原本只有在EA Play 才可以玩得到的 EA Sport NHL 22 冰上驅棍球遊戲 那本月下架的遊戲 在10號的時候 霞盜獵車手 聖安地獵斯 The Definitive Edition 那15號的時候 釣魚遊戲 The Catch Copper and Cross 育碧的滑雪競速遊戲 Stick 手繪解謎動作遊戲 The Wild and Hard 最終幻想時 10-2的HD Remaster版 還有Steam上將近6萬篇 壓倒性好評的 雙軸射擊Rogelike遊戲 Enter the Gungeon 以及我也沉迷過一段時間的FPS 共鬥遊戲 以及來自揮鏡 都會在15號下架 Enter the Gungeon 跟來自揮鏡這兩款 都吃我好長一段時間 兩款都是玩超過30個小時的遊戲 怕錯過的人 可以趕快加入XGP的行列 一起用訂閱制玩遊戲 控制你的遊戲預算 第一款 Banana Shooter 由Coding Daniel開發 今年的5月2號發行 遊戲的開頭很ㄎㄧㄤ 雖然是Banana Shooter 不過你並不是香蕉 你是Death 因為你很愛吃香蕉 你的香蕉被奪走了 所以 你要獲得很多香蕉 那這是一個連線遊戲 我測試過 當然好像不能玩 有多張的地圖 可以賽前準備好你要用的武器 而且還有局外成長 可以增加移動的速度和血量的上限 不過如果被別的玩家殺死 這些升級都會歸零 最近意外熱門 好評率高達90%的免費連線遊戲 第二款 動物朋友 由版本龍開發 物語前線於今年的5月1號發行 動畫我沒有看 第二季 據說是平成年間最爛動畫 那這次我有抓下來玩 雖然是免費遊戲 但是評價是超過270篇的95%極度好評 遊戲的品質 比一般的免費遊戲好上不少 而且你們看看這個閃避動作 是不是很貼心 有重刷、練等、角色成長、道具使用和技能配置等各種要素 我覺得它是多少可以賣點錢的遊戲 玩了一下下 基於是免費的關係 我覺得是可以下載下來玩 不會浪費時間的一款 看了一下評論 大約8個小時可以全要素達成 第三款 百英雄傳崛起 由Nasumi Atari開發 把505 Games於今年的5月10號發行 設定在百英雄傳同一個世界觀的橫向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在戰前發生了一些角色身上的故事 並且把它們融合在一起 遊戲有裝備、裝備升級、城鎮建造等各種系統 這款廠商有提供媒體先行版 我忘了過一段時間 戰鬥方面個人目前玩了幾個小時 對於常玩橫向動作的玩家來說 沒什麼難度 有閃避、有角色切換和連段系統 隨著解任務和故事的進展 慢慢拓展你的家園 整體上品質算是蠻不錯的 尤其針對百英雄傳的玩家 可以更了解這些角色的背景和世界觀 這一支之後會出專片介紹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先冤枉清單點起來放 第四款 由Gate Truth跟Ink開發 今年的5月7號發行 從2月3月就經過了多次的延期 期待度相當高的一款 一開始我看預告完全的看不懂 到底有什麼好期待 直到我玩了demo之後發現 唉唷 真的是有點東西的Rug-like類型遊戲 搞的我也跟著期待了一下 你的村莊被侵略和佔領 村民被奪走的聲音 你面臨到的敵人 都是ASKIKO的文字怪物 擁有超過50關手工製作的 謎題和探索型副本 有大量的技能術 可供購買出售的裝備 以及可以強化的市政中心 來增加更多的功能 雖然遊戲標榜的是傳統的Rug-like 不過還是有蠻多可以強化升級的項目 這一支雖然不是我最期待的遊戲 可是應該是我最好奇發售後評價的一款 第五款Zones of Concord 征服之歌 由Lava Potion開發 今年的5月10號8型EA版 一款融合角色扮演 戰棋和市政經營的回合制策略遊戲 走的是高畫質的像素風格 遊戲內容看起來相當豐富 有為了爭奪統治權的Ardion 為了生存在沼澤中戰鬥的Runa 以及復活死者想要創造 輝煌未來的死靈法師Loth 以及自力獨立鑄造金幣和火藥的 Baria等4種不同的陣營可供玩家選擇 每個陣營的環境和戰場都截然不同 擁有龐大的單位 技能選擇和彼此協同作用 不但可以單人多人同遊 還提供了關卡編輯器 讓你可以製作自己的冒險 看起來整體相當不錯的一款 如果優化和平衡性沒有崩的話 這款相當有潛力的感覺 第六款 10 minutes till done 由Freno開發今年的5月9號發行 這一款關注度不高 而且還沒有中文 同時還是擁有 洛夫特拉夫特標籤的遊戲 會想要放上來 就單純的私心想介紹 這是一款雙軸射擊的ROBE遊戲 有7種不同的角色 多種生物系統 整體看起來是個有潛力的遊戲 有趣的是 雖然遊戲名稱現在叫做 10 minutes till done 就10分鐘到黎明 但是PV的片尾是 20 minutes till done 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可能是有劇情梗在裡面 也有可能是有調整過遊戲節奏的關係 會特別想放上來是因為 他開槍和能力選擇那些看起來很有趣 怪物雖然有刻素爐感 可是畫面風格不會太抑鬱 如果評價不錯 就算是評論數不高的話 我也會想試試看 第七款 EVERBLADE 由ELEGAMES開發今年的5月7號發行 再來一支 關注度沒有很高 同樣只有英文版的 像素風格 類因而戰是惡魔城遊戲 這一支 我不會講 看起來就蠻有好感的 走的是一個復古風格 且帶有解謎要素的橫向動作 應該是有八方向的遠程攻擊 多種移動的手段 比較會擔心的是這種 八方向的遠程攻擊 如果要用手法的話 除非有固定鍵或是瞄準鍵 不然操作起來可能會有點麻煩 看PVE的流暢度 感覺操作手感不錯 謎題的難度對動作遊戲來說 應該也是恰到好處的那一種 第八款 致命廣播 Deadly Broadcast 由Epic Games開發 今年的5月10號發行EA版 故事中有個科學家 因為失去了他的愛人 在他工作的精神病院 對病人進行實驗 想說可以和他的愛人 一起永恆地沈睡在夢中的世界 他的實驗成功了 可是有幾個小白目實況主 侵入了這棟建築 科學家就不爽了 命令那些病人抓住這些實況主 阿不是已經永恆沈睡了嗎? 阿總之 你就是一個扮演一名實況主 人數很多的實況主 在這裡面不但要消滅殭屍、解開謎題 你還可以連線和朋友一起玩 回應觀眾們的需求 觀眾們也會提供一些幫助 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一個幾百觀眾的實況主 扮演一個十幾萬觀眾實況主的 恐怖生存遊戲 那這款關注度好像是本期最高 那我自己對於遊戲內的觀眾互動 這一點有高度的好奇心 第九款 The Final Checkmate 由Punkhead Delicious開發 今年的5月13號發行 對不起 我知道這次介紹的 沒中文的遊戲有點多 但是這款感覺也很不錯 偶爾有抓Demo來玩 它是一個以西洋棋為基礎的策略遊戲 你手上拿著一把限彈槍 目的是擊敗每一關的頭目 那你可以選擇開槍攻擊敵人 開槍之後會需要經過一回合 就是一定要移動一次 你才可以換彈匣填彈 那因為你拿著限彈槍嘛 遠距離的話 可能可以打到很多隻 但是傷害也會比較低 如果彈要用完的話 多走一回合會取得一個彈藥 然後再走一回合去填彈 那遊戲走的就是 一邊下棋一邊殺敵的概念 每次過關之後 會拿到一個特殊能力 可能是傷害增加 可能會是多一把 可以近戰攻擊的小刀 但是敵人 也會同時多一個阻礙型的能力 我覺得概念滿有趣的 說不定 好過不到半年 就有一個人做象棋版 第十款 月神之約 蒼白特工 由MARA Studio開發 今年5月11號發行 英文版和日文版 這什麼鬼東西 這什麼動作遊戲 看起來真的是爛道有勝 為什麼要介紹這一款 原來是這樣 立夏神聖誓言的教會代理人 艾莉西亞修女 因為某些緣故 跑到了獸人居住的森林中 調查事件 認真說 身為一個修女 在奇幻世界裡面 真的是別亂跑 你這跟一個女騎士 跑到哥布林洞窟的意思是一樣啊 總是要出事的嘛 只是這個畫面和動作感 我覺得遊戲體驗 可能真的是不太行 單純分享一下 沒關係 第十一款 帶大家洗洗眼睛 SKY RESORT DELPHY AND JESSE 由Crazy Sky 3D開發 今年的5月12號發行英文版 這是一款單純的視覺小說 不包含任何玩法 你扮演的是一個度假村的經理 來你度假村的人 不知道怎麼樣 身體都油亮油亮的 還不太愛穿內褲 那這個因為它畫面實在太少 沒有辦法講太長 你們我懂 你們會自己去搜尋的對吧 另外提醒一下 遊戲還有試用版 第十二款 散亂人人忍者大戰 戰機少女少女們的饗宴 由Ideafactory Compli Hard 跟TempStop的共同開發 遊戲終於要於今年的5月11號發行Steam版 終於嗎 我也不太確定耶 原本去年8月要出 延期到去年9月 然後你們也看到了 到現在還沒有出 而且本來是延期到今年3月 又延期到5月 但是這次應該是比較穩了 因為假期版的發售時間定在5月19號 這應該是片子早就壓好了 典堂版都做好了 這個要是再延期就說不過去了吧 擅長指令術士的魂破流 和擅長反射術士的任人破流 兩個忍者流派的大國 想要競爭幻影夢人界中的最強流派 我就打了起來 當兩個陣營打得不可開銷的時候 突然又出現了一個擅長射擊術士的機械忍者軍團來襲 瞬間消滅了一些比較弱小的國家 不管是陰謀還是把兩大IP串在一起的合理理由 總之超香的賣肉動作的角色扮演插邊球 總算即將上市 那我本來是真的超級有興趣的 想說他們的動作遊戲 雖然不到其次 但是也都是有可以玩的水準以上 好久沒有玩這種賣肉的飛黃油遊戲 直到我看到了家機特典版售價是1890 沒有一般版 數位版的價錢是1790之後 瞬間打消了念頭 好啦這次的新電爆差不多就要這一邊 下棋那一隻如果出來 不要到包扁不義的成績 我會直接買來玩 Empersed那一隻也是 兩隻都是demo玩了之後感覺還不錯 那之後的新電爆如果有demo的話 我都會盡可能的抓下來玩 這次就有測試了一些我覺得不太行的遊戲 例如Aros Fantasy 看起來雖然有做開頭動畫很認真 走可愛風格的黃油登上Steam 結果發現應該是個要花很多錢 很多時間才能夠色色的經營玩法 我還特別去抓了手油版 來試用一下 他甚至連開場福利都不給 這就有點小氣了 那今天超累 騙我也就不廢話太多 我是萊斯 謝謝你到最後 大家掰掰